這期大家都在說買電動車 今天我來到九龍灣的Mercedes-Benz專店 看他們第一部在香港發售的電動貨車 E-Vito 這部電動的E-Vito 其實內外包裝跟他們之前賣的柴油版 基本上是一樣的 不過Powertrain換了一個全電動系統 首先就是包括一個90個KWH的鋰電 以及一個前置前驅馬達 最大的馬力是204匹 扭力375Nm 它的續航力WLTP標準是378km 其實這部車的外觀跟柴油版119是差不多一樣的 電動版就用前置馬達前驅和柴油版是不同的 柴油版就是前置引擎後驅 E-Vito分開兩款 有標準長軸距的版本 車長是5140mm 我們今天看到這部車身再長一點 是5370mm 這部車的總負重量是3500kg 如果減回車重量和載客重量 負重量應該差不多是900kg左右 另一個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這部車多少錢 因為電動商用車其實是免稅的 完全不需要給首次登記稅 這部車的意向價是60萬元左右 它的級數會比柴油版119更加高 柴油版119最貴的價格是賣43萬8000元左右 這部就是60萬元 其實這部車的目標顧客都是比較偏向大公司客戶 以及有特定路線的物流商企 買這部車的商戶 其實可以預早申請一個叫做新能源運輸基金 政府是有一個這樣的實驗計劃 如果成功申請到 這個計劃可以資助這個車價的一半金額 相對於這部E-Vito 其實它整個車廂佈局和柴油版幾乎一模一樣 唯一不同就是這個沒有轉數錶 現在變成一個Power Reserve的錶 其實Range顯示在這裡上面 另外這個軚盤也是有Pedal Shift 當然不是轉波用 這個電動車變成了煞車的5段recuperation 波力可以作5段的不同調校 中控台就是有一個觸控屏幕 都是可以接駁到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冷氣就有左右行安設計 尾排也是有一個獨立冷氣的 前座是有電暖的裝置 還有一個是後拍的鏡頭 另外還有一系列的主動安全系統 包括智能巡航系統 自動危急煞車功能 Lane Change的警示 還有一個側風的自動調整功能 另外它也有左右電動箱燙門 今天我們看到這架是5座位的版本 前面是兩個獨立座椅 中間是三張獨立座椅設計 可以分左右兩邊接合 可以增加載貨量 這部車雖然是電動車 鋰電也是放在地台上 但是坐在這裡也不覺得地台浅了很多 空間感是非常充足 代理說稍後還會引入一個6座位的版本 前排變成了三個座位 尾箱空間最長陣的版本 就是有1390公升 普通標準版那架就是999公升 充電方面 這架車就是90kWh 如果在一般香港的中速 即是32A 7kW 差不多12小時就可以充滿 這架車在歐洲 可以支援到最快的 是110kW 充電 但是香港其實公眾充電 沒有這麼高電量快充系統 現在充電最高的 都只有49kW 即是大概兩個小時左右就充滿 市場上的電動貨Van對手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多 主要都是比較入門的型號 以及也是國產車 包括有上氣大通的Maxus E-Delete III 配備了52.5kWh 鋰電 馬力和扭力都比較小 只有122匹和26kgm 續航力243km 價錢也是比較便宜 33萬8千元 Maxus 體積比這架Vito小很多 車長4.55米 闊1.78米 高1.9米 第二部電動貨Van就是DFSK 即是東風小康EC35 配備了一個比較小的鋰電 41.4kWh 馬力和扭力都是小很多 41匹和20.4kgm 續航力只有243km 但那部車也是價錢比較低 32萬8千元 第三部電動貨Van就是BYD T3 車長4.5米 闊1.7米 高1.9米 配了50.3kWh鋰電 續航力300km 馬力140匹 扭力18.3kgm 價錢應該是同級最便宜 24萬8千元 都好 車長4.5米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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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